熱氣球光雕音樂會21號晚間 以時池上大波時舉行 更是首次結合水舞進行演出 但是遇上大雨攪局 使得熱氣球是無法升空 不過精彩的水舞表演 也讓在場民眾大為驚豔 分分拿起相機手機記錄 也彌補了沒有辦法看到熱氣球的遺憾 精彩的水舞搭配上交響樂 為熱氣球光雕拉開序幕 今年第四場的熱氣球光雕音樂會 21日晚間遺失池上大波時舉行 但開場後沒多久就遇上大雨攪局 熱氣球無法順利斬球升空 只能無奈被迫取消 但精彩的水舞表演 依舊讓民眾滿足視覺及聽覺的感官 再報告一下 整個從中部到我們南部 在天空上面雲層 全部都是雲雨 所以很抱歉 在這邊要跟各位報告 今天的光雕 因為我們的天貌藝術要到此取消 在此跟各位抱歉一下 在場的民眾對於沒能看到熱氣球升空 難免有些遺憾 只好在雨中隨著音樂共同擺動 總酌樂 請問一下有話這次熱氣球取消 感想怎樣 很可惜很想要看到玩 但是我覺得水舞非常非常的精彩 如果今天可以看到熱氣球應該更棒 不過雨有點大 可能要提早離開了 雖然這次沒能看到熱氣球升空 但民眾也別失望 7月28日熱氣球將到 資本台東大學校本部的圖書館舉行 想看熱氣球的民眾千萬不要錯過了 記者陳濟玲 時尚相報道 請一支手繳的朋友們 ации